各位有知道HR在幹嘛的事嗎? HR真的知道HR在幹嘛的喔? 怎樣說真的 怎樣說真的是不是? 好沒關係啦 那我來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HR真的要做的事情 然後你們可能會知道說選用預留 這是很基本的 那可是真正的HR 它現在已經進化到 已經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你們可能不知道 因為其實HR本身 除了說這些基本的administration 東西 以外 那還有很多就跟人之間喔 譬如說你要怎麼樣 幫這些人在這個職場上面 走向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們需要知道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每一個公司裡面的這個員工 應該給自己 就給HR這邊什麼樣的資訊 然後讓人資可以了解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你們才能夠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大家會不會會跟你們講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background 直接連按三次沒關係 好我是中央資管跟中央人資畢業的 那我在大二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鎖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那我大學是資管的 所以我採銷人發財都學了 但是呢我因為知道我自己沒有辦法寫過別 就是我的那個程式能力沒有比別人好 所以像在座蜜亞 它是我後來招呼進活動中的一個 就是後端工程師 那我的這個程式能力不見得會比較好 但是我至少要有一個能力 我要人管他 所以我就後來就是在大二的時候 我就先鎖定我自己目標 我要先去往能力資源這塊發展 因為我本身對於人的這個 就是來往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比較有吸得的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說我從資管這方面 因為比較不足 因為我都在學程式方面的東西 可是呢我去在那個南侯貿易 它是我一個朋友跟爸爸開的公司 然後呢我在我乾姐的公司 然後以及我自己本身 現在還在這個 我這個朋友他自己出來創業的這個公司呢 去擔任一些 就是在HR方面 給他們一些建議的顧問的角色 所以呢我就在這方面去累積 我自己在HR方面的實務的經驗 那後來我在研究所 是讀人資所以後呢 我畢業到AB Consulting 那我曾經去過奇美 然後在REPEC 可能大家不知道 它是一個大陸的一個電子 算是電療的一個公司 然後再來看到一個小小的字體 三個中文字 然後最近到很大的 湯師傅 然後我也曾經去做過案子 然後我在天津待了兩年 那實際上我在中國大陸 大概五年半的時間 然後待過18個城市 好再來 SMIC 中心半導體中心國際 然後再來是 這一個公司 突然忘記它的那個 喔沒有跳過 因為 然後再來Kinston 然後還有一個叫上西東洋50 騎車產業 然後最後到我就是 最想去的地方 其實是香港那邊 大概七個月在 Axpress的一個公司 公司裡面工作 好然後呢 接下來我就到了 AQ Plus 我在活動通裡面擔任人資 其實現在我又回到AQ Consulting 繼續擔任顧問 這是我目前的資歷 好今天要來跟各位討論的東西 其實是大家一個現狀 這個problem在於說 你們現在很面臨到的一些情況是 失業 低薪 窮 匆忙還有輕盈 這四個是之前大家去定義出來 會遇到的這種情況 面臨這種情況的主手 自己認為 比我想像多麼少耶 OKOK 好那代表 那如果都不認為這個情況 下面可以聽我聽了 OKOK 好沒有啦沒有啦 繼續聽 所以Gaming Analysis其實很重要 什麼樣的Gaming Analysis呢 就是說 你跟這一個業界 比如說雇主之間 然後我們要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們自己有個位置 這中間的這個Gaming Analysis 是非常重要 通常我們會說 有一東西叫資訊不對稱 雇主給出來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這個薪資 給了多少 我們的這個工作的說明書 給了清楚 我們公司文化 組織的這個 就是一些 組織裡面的細節等等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這些應徵者 都完完全全去了解到說 現在這家公司要我是什麼樣的人 qualification 先不清楚 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等等 這都是資訊不對稱的地方 當然從公司的角度來看 每一個應徵者 他在做履歷的包裝的時候 我會用抽套裝這兩個字 那在包裝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能夠把自己最投的那一面 展現給所有的屋主看 因為你可能不只去投同一家公司 那我當時是比較stupid一點 我是只投兩家公司 我當時鎖定就是ABIN 所以其實我當時從大二開始 我就已經鎖定說我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在這幾年之內 我在五年之內 我去stupid說 我現在這個公司 他要我那個人才是什麼 那HR2產業在五年之後 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比如說當時資訊化還不夠好 所以我就先去了解說 人資的這一塊的系統 他應該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達到未來所需要的一個程度 那我是不是具備那樣的能力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在這個時間 要我做的一些事情 好那我們先再往下跳一層來看 如果今天你這個 Gamer Lances這部分 沒有去做的話 你可能會面臨的是 No Money No Future OK 再來 No Work No Life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大家要講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強調是 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是必須要平衡的 可是呢 實際上你會為了你的理想 你的夢想 甚至你的幻想 然後來去做一些適當的妥協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在工作的時候 你可以讓自己成長 然後並且說 你在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你可以實現你的理想 你的夢想 然後甚至做一些小小的幻想 合理的幻想 這部分其實是 大家一直在追求 但是不見得追求到 可是透過你希望去找到一個 能夠實現你的理想 共享的這些工作 然後並且讓你自己成長到 那樣子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才能夠繼續有能力去實現 你在更進一步的一個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家公司 它能不能提供給你適合的一個環境 讓你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並且呢 讓你可以去發揮 然後成長 並且一直到下一個階段 去做 你自己要做的目標的時候 這就是你在每一個工作 你階段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評估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做一件事情 這是需求的部分 公司有什麼樣的需求 我們自己有什麼樣的需求 大家自己清楚 所以當你進到一家公司的時候 這個公司裡面 他們會跟你講說 我現在策略大概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每一個部門要做什麼事情 Position 它上面要做的Test 有哪一些 這些東西 它定義的越清楚越好 因為你越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 自己 你自己的能力 比如說我今天的這個能力 有什麼滿足 我的Capability 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透過績效好合 透過一連串的評鑑 跟主管的溝通 我們都可以知道 自己到底在被公司 怎麼樣去做評價 所以這是一個 新需求上的一個分析 但是在你們的情況是 還沒有去就業的時候呢 要先去了解說 你自己希望能夠進到大型的企業 澳美、微軟 或什麼其他大型企業 或者是說像創業的公司 那像比如說有些 比較小一點 像活動通也算是創業的公司 這樣的情況 你是適合什麼樣的文化 什麼樣的組織 那你是不是真正了解 這樣一個組織的文化內容 跟你是不是自己是match呢 這就很重要 所以在公司裡面 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用PDCA這樣的一個循環 那這裡會用幾個字 守盡、突破、成就、創新 我們要守公司的一個機率 人資會去訂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要想辦法去突破一些現狀 因為現狀它會限制你一些想法 但是我們要怎樣在規範當中 去嘗試去突破 這就是大家可以去努力的地方 那我們要承襲以前舊有的一些制度 前人他有些做法其實不錯 你要去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然後再從中間去找到創新的部分 然後你才知道說支持能力的定位 會在這種珠網圖裡面呢 你去怎麼樣去把它定位出來 公司有公司的標準 但是我們自己能力 能不能滿足公司的這樣子的一個 要求程度 可以透過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評鑑方式去做到 但是評鑑按每一家公司做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我要談的就是說 你在這樣的一個分析之後 你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優勢 每一個公司它對於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期許 就是說你可能從比較位階比較低的 你的潛力跟你的能力 這一個縱軸跟橫軸的這個矩陣呢 它是一個潛力跟能力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九宮格 那所以我們會定義說 這一個人他到底在這樣子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指派下面 他是屬於潛力高的 能力高的 這種人還是說潛力低的 能力低的 我們可以去區分 然後把它定位出來 所以呢 當每一次我們跟主管溝通說 我們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一些 能力需要改善加強的 我們會有一些教育訓練的計畫出來 然後呢 讓員工能夠自動、主動去選擇去參與 但是員工不見得參與 因為員工有的時候 他會被主管而善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他沒有時間去做 所以剛剛有講到沙漏 一直在那邊動 弄在自己身上的那個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每一個人都會遇到 但是怎麼樣去善用時間 去做到你自己培育自己 或者是參加公司裡面的一些培育計畫 讓自己知道說我未來是公司所要的人 這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剛剛 沒關係 所以剛剛那個地方有看到 紅色跟綠色的那個點子有沒有 紅色那個區塊可能你現在發覺 因為我現在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綠色是我們這個公司裡面要求 你期望都是到這麼高能力、高潛力的人 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補足這樣子的一個game 這就很重要 所以最後呢 我們要看到benefit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得到的是 Walk Night Balance 每一個公司 就是他可能都會要求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今天要你做的這些事情 我比你做得非常多 尤其在新創公司、小公司裡面 你要做的事情可能多到 忙到不像話 但是大的公司裡面 也有可能要做那麼多的事情 那原因在於哪裡 因為他沒有做好他的工作設計、組織設計 所以很多東西是回過頭來 組織的價值觀 到底有沒有設定好 然後呢 在組織的設計 跟工作的設計 是不是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呢 這些工作設計上面 我們會去看說 公司裡面 是不是有適當的職缺開出來 我們的Hack Card到底開了多少人 有多少人要去做多少事情 並且這些人 是不是有人力去做這些事情的 那這些東西呢 談完以後 我們才來看說 我們自己這個員工 我們自己追求的生活 跟公司所規劃給我們 這一東西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越接近的話 你的Vision 跟產品的Vision 然後還有跟公司的Vision 其實越接近的情況下 當然你跟他的這個關係 就越長越久 然後你越能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追求到你所想要的Walk Lab 所以這是我們 對於每一個員工 我們都期望 大家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的線 不過說實在 在現階段 台灣的環境來講 比較難去達到 這是因為大家可能 對於組織的設計 對於工作設計 比較沒有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最後我們要給 所有的朋友們 最後三個字 FIT FIT是什麼 知道這個意思嗎 你適不適合 所以我看的東西其實是 Person 還有Organization 還有對到你的Job 你的Position 還有你跟公司裡面的其他的Person 到底合不合氣 所以我們看的 這簡稱號叫PioFIT PJFIT 跟PPFIT 所以你跟組織裡面 組織的文化 我剛剛講到文化的部分 價值觀的部分 越合氣的話 當然你這樣跟他們的這個裡面 內部核心人員在談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共通的這個默契在 然後呢你對於你的Job 你的Position 然後做的Task 那個工作 越了解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越能夠勝任這個工作 那再來 你跟裡面的人 如果今天是你是被介紹進去的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我現在公司裡面的人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氣氛等等 我相信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因為他們可能在於說 他們只有KPI要去處理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去說 很好很完整去跟你講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可是呢 其實作為一個應徵者 我們在跟這個公司裡面 在接觸的時候呢 從主管 比如人資主管也好 用人主管也好 我們要去試著去問說 你對於你們這個團隊 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你可以從網路上先去瞭解 你這個組織的一些精神啊 價值觀啊等等 然後跟這個主管 他在描述出來的東西 就知道說 這個主管是不是裡面的 insider 到底是裡面的 他有沒有被內化 如果沒有的情況下 那你在他戴的底下 會不會再痛你 那如果換過頭來說 你已經本身已經準備好 那加入這樣的一個環境的時候 那不管你的主管 是不是真正能夠 跟公司很和氣的人 或者說跟我們自己本身呢 是很就是很彈得來的人 那其實他都有一個彈性的空間在 就是說如果你加入了以後 反正你也不一定會在他那裡 你家待很久嘛 你搞不好先進去 然後再跳 那你要先進去 多認識其他人了以後呢 你就知道說 你的轉換了跑道 可能性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說 就是講到PVP 就是說人與人之間 到底你們不能去很和氣的相處 因為每一個人加入到這個環境裡面 他會受大環境的影響 去影響他原本的個人特徵 這是相互的 那你的加入也會對這個環境裡面 有所影響 所以呢 這樣一個相處的過程 他的結果 會不會是讓整個這個組織很協調的 這就是三個普通的PVP 這是以上我今天要講的一些 就是Mail 有分享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如果對於HR這部分 還有不瞭解的地方呢 也可以多愛用 OK 謝謝 謝謝Peter 這位也非常專業的HR帶來的部分 這麼精采的內容和分享 那其實我們今天活動大事 是在這邊搞一個人 大家也很開心 今天大家能夠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一直以來我們都很希望說 大家這個地方能夠 請願一下 我請給大家 我請教他 可以做到一個部分 我請教他 我請教他 他請教他 我請教你